這個是蝸牛 我們第一次吃這個肉 而且我會想到它的柱角 是不是要沾多一點這樣 會有什麼新味嗎 對CP吃的時候 它巧克力不是那一種死的感覺 我們現在正在這張牌Charty的增加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對我們就是很長 但它其實裡面空間上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排隊的速度還蠻快的 大概在哪個十幾的時候 我們早就帶著這個時候 我們要點什麼甜點 我還在想耶 但他們感覺那個都超猛的 所以我們就點一個六個snail 然後這個boiled egg 然後butter cock 然後traditional veer stew 對 就點這四個 然後再點兩個飲料 跟一個甜點 1 3 noji 剛剛很好算 所以它都會把餐點直接寫在桌上 雖然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寫什麼 剛剛探紙都會附 就是有附近很涼的麵包 剛剛我們沒有貓被我弄的 這個呢 是我們點的boiled egg 然後跟美乃滋 對 但我現在發現它其實好像就是 一顆水煮蛋 然後淋上美乃滋醬 就這樣子 喔 它不是半顆 它是一顆 對它是一顆啊 就一顆水煮蛋淋上美乃滋醬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不用點了 哈哈哈 傻眼 這個是蝸牛 會不會第一次吃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一共店就不用吃 那這個是蝸蝸牛的那個嗎 是嗎 蝸蝸 是不是要沾多一點這樣 會有什麼情況嗎 不會 完全不會 就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靠 我都覺得 不會 我跟你講完全不用想 它就是 吃起來就是跟烤田螺一樣 但我們有吃過烤田螺嗎 有 我覺得超好吃的 好 我現在要來試吃蝸蝸牛 什麼樣的感覺 不行 我會想到它的臭嚼 就不要想 我完全沒有吃 它就是 一個蝸牛的味道 很像烤田螺的口感 而且其實蠻好吃 我蠻喜歡的 真的好吃 謝謝 我們點了一個 薯條和牛排 好 我現在來吃一看口味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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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是不是沒有忘記什麼手术 沒有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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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煎得很爽脯 就是有點爽脯 真多好吃 喔 真多 13塊 沒有我覺得很好吃 真的假的 喔 薯條呢 它是怎麼樣的感覺 你雖然覺得它好像蠻便宜的 但是它的肉質味道很好 CP值很高 對CP值很高 然後它的分量也算 還算蠻大塊的 醬料呢 醬料很好吃 但還有像這個 Peper 可能比較像胡椒進去 這跟我們覺得英國倫敦吃那個法餐 用的醬料是不是很像 我覺得有點像 就是用蘑菇加點黑胡椒 對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今天 點的第二道苦菜 然後它叫做 Traditional steamed beef 然後它是傳統的 義大利的同心粉 然後跟燉牛肉一起 好轉 那我喜歡它酒味還蠻重的 紅酒味 紅酒嗎 對我覺得應該是紅酒味 然後它這個肉還蠻 還蠻軟嫩的 但是它這個通心粉 它其實就沒有其他特殊的醬料 它就直接跟紅酒 它有零起司嗎 沒有喔 它就是原味的空心粉 對它是原味的 然後跟紅酒蒜牛肉一起搭配 那它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我之前也沒有吃過 可以吃的 可是如果它是原味的空心粉 味道不會很 沒有味道嗎 那它醬嗎 然後它有吸滿了它 它用醬子去吃了它的起司味 牛肉的部分 牛肉其實還蠻軟嫩的 就是完全不會說很柴 還是怎麼樣 然後它的份量我覺得大棒 然後它的份量我覺得大棒 每塊肉都 其實你看就是都還蠻大 還蠻大一塊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肉搭配這樣 馬鈴薯幾分應該幾分 這道菜好像也是十二還是三肉 對我覺得算是還OK啦 在歐洲吃到這個食物 我覺得還蠻棒的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在這間餐廳點的甜點 然後它是五巧克力冰淇淋 看的 我們來試吃 很多奶油 將來吃到這個甜點 它巧克力不是那種食品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們今天總共吃的一個烤牛排 這個春藝蒸肉跟米奶絲蛋沙拉 主要的餐點都是花牛的 可以搭配什麼醬的口感 其實讓整個味道都其實為了好 然後我們最後的甜點就是這一道 巧克力餅廳 今天我們預計 花的價錢應該不會比 一般餅長的那種化國的餐廳還要來得貴 因為這間餐廳它是屬於比較平家的 然後它 這邊其實你看到整間餐廳都是滿的 然後大部分都是國外的旅客來這邊吃 常在法國的話他們都會點一道前菜跟主餐 最後會以甜點來做一個收尾 今天的我們的巧克力冰淇淋泡芙 就是做了我們這一餐的完美收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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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